VR虛擬实境 AI家具设计 作品一组比一组更加精致 为了鼓励青年勇敢创业竹梦 台中市公测为2020年开始 在中兴大学成立创业创新育苗资源共享平台 跟多间大学合作并提供专业课程跟咨询服务 透过校季的资源整合 所以他们平常在校内就有老师来带着他们的创业课程 然后甚至校季间的比赛交流 还有实地今年像今年就很特别 还有创业巴士一起把这些小朋友带到校园外 来做一个深度实物的一个研拟跟探讨 让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创业方面的资源 14号举办2022创业育苗资源共享平台成果展 让优秀的学生团队互相交流 期待激发出更多火花 在台中市政府清秀的青年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协助我们大学端的学生可以在学校之内 就可以有创业的一个机会 然后也透过学校内的资源 还有市政府的资源 协助他们在往后把创意变成创业 学生大玩创意 创新内容也一年比一年更加丰富 团队不只结合校内所学 还有前往外国开拓市场的前瞻眼光 台中市各局处同心协力 分别在不同领域给出最大支持 要让创意扎根台中 希望可以校季间越来越多 因为我想里面也不限于台中市的大学 很多中部甚至北部的也一起来加入了 台中市公社会推出的创新育苗平台 一年比一年更完善 更接轨业界要成为青年最强助力 这台中总和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